长官天主堂活动中心将改建为健康服务中心 但有教友反对并成立自救会后 还在现场挂上黑布条抗议 反对改建成为福洛史神父健康服务中心 如果这个建物的存在它是这么的好 它有那么多的良性的存在的话 那为什么完全没有考量到教友的声音 那教友对于这个大楼的存在 其实是他们存在很多的疑问句 就是他到底要干嘛 他们原本存留的就是一个牧林中心 但是现在是健康服务大楼 它的中间的转变那么大 而教友完全都不知情 这件事情是大家觉得很有疑问的地方 有哪里面就是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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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光电厨堂活动中心 是一栋地上四层建筑 教期表示未来改建为福洛史神父健康服务中心后 主要作为热灵服务活动 独际老人送餐等 以及招服员跟布里斯辩训 接待国际反射协工作者与交流 举灵修课程跟必进 多演活动课程 还有协同客户照顾等服务功能 无神父的主疗 主疗就是为了人的健康 中心除了为人的健康服务以外 为当地的所有的人来服务 比如说也会有中餐的服务 这些都是我们说全人服务 主疗健康中心 那就是秉持着信仰的精神 来执行为人的服务 来建立这个中心 外联郊区原本邀请 长兵堂区代表在8号进行祝福仪式 但在教友们表达质疑跟抗议下而起销 教友要求给个说明 教区回应 如若死神父健康服务中心的信件 多年前就入序召开多次讨论会议 也邀请教会干部参与 并经教区参议 总是会讨论 教友既然有质疑 工程将暂缓 并责任利用教会弥撒日时 向教友们说明计划用意 希望能够得到理解跟认同 原始新闻发问了台中长兵采访报道